好,接下來,接下來,我們要告訴你,元素的原子性質跟離子的性質是不一樣的,鈉可以跟水劇裂作用,鈉離子不會跟水劇裂作用。 濾氣有毒,濾離子沒有毒,鹽巴丟到水裡面去,就形成了就是鈉離子跟濾離子,鹽巴丟到水裡面,不會爆爆爆炮,跟水劇裂作用,吃了鹽巴也沒有什麼毒,所以不一樣,鈉原子跟鈉離子的不同,是在它的電子數不同,所以我前面跟你講過了, 真正決定原子化學性質的是電子數,正確的說是電子主態,但是因為舊課本寫紫紫,所以考驗寫紫紫決定,但是這其實是不對的,同樣的離子,不論什麼來源,性質都一樣,氯化鈉的氯離子跟氯化鎂的氯離子都是氯離子,它的性質是一樣的,沒有什麼差別。 這個是重點,電解質解離的時候,每個離子的帶電量不見得一樣,每個正離子跟負離子的各數數目也不見得會一樣,但是,總電量一定一樣,有十個正就有十個負,所以合起來變成零,叫做不帶電, 這稱之為電中性,重點,電解質水溶液一定是電中性,電解質的水溶液在酸鹼性來講,它可以呈酸性,可能會呈鹼性,也可能呈中性,但是不管它是酸性、中性還是鹼性,一定是電中性。 遠遠遠的看,在外面看,不帶電,跑到裡面看,有的東西帶正,有的東西帶負,可是正跟負會一樣多,所以合起來不帶電,叫做電中性。 蕭酸甲,會解離出,甲離子跟蕭酸根,一個甲離子帶一個正,一個蕭酸根帶一個負,離子帶電量一樣,這裡有一個甲離子,一個蕭酸根,離子的數目也一樣。 好,這裡有,正是一個正,總共有一個正離子,所以出來是正一,這裡有一個負,也是一個負離子,所以出來呢,是負一,正一跟負一合在一起,就變成零,變成零,就要做,我們再見。 就叫做不帶電,沒有。 OK。 那,換成,這叫做氫氧化鈣,這裡的氫氧化鈣,這裡的鈣,這裡是,二正。 正離子是二正,負離子是一個負,這裡有,一個二正,一個正離子,有兩個負,兩個負離子,正負離子的數目不一樣,正負離子的個別的帶電量也不一樣。 但是呢,我的二正,有一個,所以出來呢,是正二,我的一負,有兩個,所以出來的是負二,正二加負二合起來還是零,還是叫做電中性,不帶電,不帶電。 不是,硫酸,是一個正,硫酸根是兩個負,這裡有兩個,砂離子,有一個,硫酸根。 正负离子的个数不一样 个别正负离子的带电量也不一样 可是我的一个正有两个 所以出来叫做正二 我的两个负有一个 所以出来叫做负二 正二加负二合起来还是零 还是零 电中性 这就是刚才跟你讲的重点 正负离子的总电量一定一样 合起来一定是电中性 电解质水溶液本身可以是酸性 可以是中性 可以是碱性 但一定是电中性 电中性 这是重点 重点 合起来一定是不带电 OK吗 OK